大家好 星期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這件事真是很壞 人家皮肉錢你都搶 最近兩個月 先後有兩個內地的援交女子遭假嫖客 打劫或者偷她的皮肉錢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 昨天抓了兩個本地男子 包括一個主佬 挾發犯罪集團 分工仔細 這也叫做集團 兩個而已 而且專門針對內地的援交女子作為獵物 相信行動瓦解了一個犯罪團伙 調查仍然繼續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兩人分別是36歲主佬和40歲同黨 一個沒有事做36歲 主佬沒有事做 一個地盤佬 前者已經被暫控 一項行劫和一項盜竊 後者則被控一項盜竊 案件會明天上午 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據了解犯罪集團 撲准內地援交女子遇事後不敢報警求助 所以這類女子 用這類女子作為 犯罪的目標 案中兩條女子都很小 二十四歲姓陳 二十六歲姓李 都是以假度 以度假形式來香港的 一日旅行 這次犯罪集團在灣仔敏東街和尖沙祖金巴利道 酒店約了這兩條女子 原定不會過夜 金額大約一千元 灣仔區的總督察說 警方接獲兩名報稱來港旅行分別二十四和二十六的中國籍女子報警 指各自透過網上的社交平台 認識了一名男子 繼而商約到酒店回眠 攝和男子 趁事主不畏意的時候 用不同的犯案 不同的手法犯案 說 量出十二寸牆的水果刀劫財 不告他 有攻擊性武器就是找不到一把刀 不是會找到一把刀的底上 告多他那些人 以及暗中偷錢 兩個合共損失2.9萬 哇 也很多錢 一人都有萬多人在身 現金來的 沒人受傷 警司 總督察說 灣仔區刑事部人員 經過案情分析 和生活調查之後 發現犯罪的團夥分工指示 部分人負責在網上尋找年輕 女子作為目標 以及商約到酒店會面 另外安排同黨附約下手 並且有人在酒店一大體水 做那麼多事只有兩個人 警員昨天在屯門和元朗 居住大西北的 屯門元朗就拘捕了這個人 檢望一批懷疑與案件有關的證物 包括一把刀 他那時穿的衣服 以及賺回9230元 現金等 這些盜竊和搶東西很大罪 根據對付條例 最高可以判終身 打劫可以判終身的 還有十年 那麼這兩個人 我也要 你們有沒有搞錯 搶皮肉錢 大陸妹你也不要那麼欺負他 又要年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賣人 這些要譴責譴責譴責 大家不可以這樣做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多謝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